西哥 西哥 西哥的话 他那个人物的感觉就是 狂转酷炫 我觉得陆姐生活中 可能就是一个很大大咧咧 或者说很开朗活泼的这么一个女孩吧 骗然是他们这对CP的最大粉头子 他们结婚骗然不到场 不许开戏 张开静和她的小舅舅 我的老板姐夫 优酷酷的聚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孙真妮 我是演员耿叶婷 我这次在《长岳敬明》里面饰演 《九尾妖狐骗然》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郑国将军叶清语 《长岳敬明》孙真妮耿叶婷 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长岳敬明》 分别会是什么词 惊讶 惊喜和惊艳吧 首先我觉得是《虐心》 然后我觉得是《红大》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反转》吧 你们觉得对方身上和角色有哪些相似的特质呢 跟老实的话呢 她确实生活中也是这种比较帅直 然后比较真诚的人 在片场我和白鹿经常喜欢抓着她逗她 又觉得她反应特别搞笑 都是怎么逗她 就是比如说会像点外卖者 会戳穿她的一些小心机 然后她会害羞会脸红 那我就觉得 孙老师可能把这个 偏然的呈现出很多个层次吧 可能她有灵动灵气在 我觉得这个是 不是角色给她的 是她赋予角色的 作为谭台静的打工人 偏然有点整顿职场的感觉 珍妮有没有学到一些呢 肯定有学到的 她其实很会察言观色 然后她也会 就是去了解老板的性格 然后揣测她的意思 然后这个可能就是我很难学到的 当时也有朋友跟我讲说 希望以后能打一张我的剧照 放在办公桌前 她要保平安 对 可能很会被老板重用这种感觉 相比于偏然 叶清语代表了埋头苦干的人 你对这类打工人的话 有什么想说的呢 我觉得 是金字总会发光吧 但如果当下你还没有发光的话 那咱们就继续努力地做好自己 去提升自己 要永远地相信自己 用三个词来形容 谭台静和叶希悟之间的故事 会是什么词呢 有很多堂在的 大家快去看吧 没有陷阱 没有陷阱的 我们都是田剧 对 快来快来 哈 合作下来分别对罗鱼西白鹿有怎样的印象 您请 您请 我觉得鹿姐生活中可能就是一个 很大大咧咧 或者说很开朗活泼的这么一个女孩吧 然后我觉得和黎苏苏某一部分的 那种天真或者说阳光是很有一点点相近的 好 剩下的您来吧 之前看过很多白鹿的戏 其实他出道演的第一部戏 我当时就看了 作为一个剧粉 就是也有一种追星成功的感觉 这次和白鹿一起合作 有享受到哪些粉丝专属福利吗 因为我们平时拍的戏啊什么 我们俩可能不 他在A组 我在B组这样的 然后他会很热心的去B组那边 帮我看我的片段 然后说你看你这个地方 就哪里哪里可能要改 或者是哪里哪里他会夸夸我这样 西哥的话 他那个人物的感觉就是狂拽酷炫 但是他现实生活中 其实偶尔也能给人那种感觉 在居住时大家有什么娱乐方式呢 可能我们偶尔会打个游戏啊什么的 偶尔 对 偶尔 经常的 对 别听他瞎说 我们就是基本上化妆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是勤奋的演员 大家早上一起出早工一起化妆的时候 就特别欢乐 那个化妆间里贼吵 唐叶静明 偏然 叶清语 偏然在这部剧里特别会聊人 还记得当时的聊人招数吗 当时剧中其实偏然招数还挺多的 因为他活太久了 他见太多了 当时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偏然叫李苏苏的一招 但其实可能他们并不适用 这个递中嘛 偏然可能会直接就挑起叶清语的下巴 直视他呀 然后这样 但是叶清语的性格 可能因为没有接触过女孩 对 他是很害怕这种直视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大的料了 觉得哪些招数比较受用 我说实话我从男生的角度来说 其实最能打动一个男生的地方 不在于技巧 就是你的真心 你真的理解他 用一些所谓的技巧 你可能会打动某一类人吧 但不会说打动你真正喜欢你的那个男生 网友自私喊话 让偏然出一本 聊人宝典 你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 大家与其的偏然出本书 还不如相信偏然的一句话 就是不要想着去讨好喜欢的人 要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 要让那些喜欢奔自己而来 偏然在本剧中可以说是爱情军师了 你觉得自己起到了哪些推动作用 就是也是帮他们解开一些误会吧 可能也会偶尔在老板面前说说好话 因为咱也是打工的不容易 也就是只能尽到一些绵薄之力 我这个爱情保安呢 会在后面继续为他们助力 请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看 有没有在现场刻一下 越境情苏这对CP 那肯定啊 我觉得偏然 偏然是他们这对CP的最大粉头 他们结婚偏然不到场 不许开戏 在看到谭台静和夜西武之间有误会时 也会跟着干着急吗 那么着急啊 我们当时 就是我们作为演戏的人 我们当时都觉得就是抓心脑干的 所以观众朋友们看的时候就是 确实要准备好速消救星晚 好好保护我方导演和 多甜呢 保护我方导演和编剧啊 对就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叶清宇还好吧 叶清宇真的是在一个认真打工的状态 其实网友们也刻了很多其他的CP 比如叶清宇和他的狐狸姐姐 那假如谭台静和叶清宇结盟的话 邓老师会怎么形容呢 谭台静和他的小舅子 确实真是 我的老板姐夫 比ャ 温哥 文子 区 文子 的 这 我